刊載台北市市長柯文哲訪問而掀起《殖民說風波》的外交政策雜誌 3號上午公布訪問時的錄音檔 強調雜誌社翻譯正確 柯文哲卻是用中文在訪問中提起殖民這一個詞 事後柯文哲自己也公開坦誠認錯 日本記者後藤建二遭殺害後 首相安倍晉三除了表示哀悼之外 同時計劃在3日的恐怖活動應對會議中 向國會提出新的立法建議 修改日本自衛隊所受到的限制 解除海外戰鬥精靈 這將可能是二戰後日本的最大軍事改革 美國總統歐巴馬向國會提出2016年的新預算案 國防部分的開支高達5000億 其中包含購買昂貴武器 跟維持海外部隊的經費 歐巴馬希望國會不要再刪減國防預算 以免降低美國的軍事實力 外界認為這一份預算案過關的難度 將會非常的高